温度转换 下面我们开始讲解本课程的第一个实例 温度转换 首先对温度转换问题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存在两种温度刻画的不同体系 分别是摄氏度和华氏度 在中国等世界大多数国家中使用摄氏度 它以标准大西亚下水的结冰点为0度 沸点为100度 然后将温度进行等分刻画 但是在美国、英国等国家 使用一种另外的温度体系叫华氏度 它以标准大西亚下水的结冰点为32度 沸点为212度 将温度进行等分刻画 那么在两个温度体系之间进行温度的转换 就是这个实例的需求 我们需要将摄氏度转换为华氏度 也需要将华氏度转换为摄氏度 针对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首先分析其中的计算部分 这里有若干个理解方式 第一种理解呢 我们可以直接地将一个温度值 转换为另一个体系的温度值 我们把它看成是计算部分 第二种理解呢 我们可以将温度信息发布的 声音或图像的这样的形式 通过理解再进行转换 比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 摄氏度的或华氏度的温度信息 我们通过程序将它转换为 另一个体系的温度值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计算部分 我们就需要用程序去处理声音 或图像等不同的输入格式 我们还可以有第三种理解 我们可以使用程序来自动地监控 或爬取网上的温度信息发布渠道 并且通过程序将其进行实时转化 并呈现给用户 如果采取这样的理解 那这样的问题需要与网络的通信 与爬虫 与很多的信息处理相关系 当然作为入门的例子 我们采取第一种理解方式 即直接将温度值转换为另一个体系 作为这个问题的计算部分 那么进一步呢 温度数值需要标明它是什么样的温度体系 即你给出了一个温度 只要知道它是摄氏度或者是华氏度 那么转换后呢 也要给出另外的温度体系的标志 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对问题的边界进行划分 即根据IPO的要求 来去重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温度转换问题的输入比较简单 它是带摄氏或华氏标志的温度值 在处理过程 根据温度标志的不同 选取适当的温度换算法 并将温度的数值进行换换 输出时呢 我们输出带有摄氏或华氏标志的温度值 这样就构成了这个问题的一个边界 在具体的输出之格式上 这里边我们给出一种设计 即将摄氏或华氏的温度的标志 放在温度数值的最后 并采用F表示华氏度 C表示摄氏度 这样如果用户输入的是82F 它表示华氏82度 28C表示摄氏28度 进一步呢 我们有了输入输出的描述以及定义 我们要考虑中间进行温度转换的算法 根据华氏和摄氏温度的定义 我们可以利用它们之间 已经存在的转换公式 进行算法设计 对于华氏度 它减去32除以1.8 变成摄氏度 那么对于摄氏度呢 乘上1.8加上32等于华氏度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转换公式 从问题的输入输出到中间的处理过程 我们应该考虑分析清楚了 下面我们准备开始编程 下面我们介绍温度转换实力的编写 先不说很多 我们直接拿出温度转换的程序 这是一个有十行Python代码的温度转换程序 我们将它保存为 timeconvert.py文件 可以在IDLE环境下 使用F5键 或者点击菜单的运行 去运行这段程序 在程序中我们可以输入82F 华氏82度 我们得到27.78C的摄氏温度值 或者我们输入28C 这样的摄氏温度转换为相应的华氏度 这是程序的代码以及运行效果 我们先不去理解程序的含义 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 来把这段程序编写一遍 这段程序编写一遍 我们还会用到 确实上是一遍 说明确实上是永远期 混合写一遍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度转换 举一反三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温度转换的代码 我们要想的是 这段代码能够衍生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能通过这段代码 学到什么样的更多的知识呢? 这里边老师给出一些引导 在举一反三方面 第一点我们可以去深入理解 Python的语法元素 温度转换程序只有十行代码 但它包含了很多的语法元素 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理解 这十行代码的含义 我们就能够快速入门的Python语言 请同学们参考代码框架 逐行分析 并且尝试足词理解这段程序 在这段代码中 我们也可以对输入输出进行一定的改变 在问题分析中我们说过 温度转换中的数值跟温度标识之间的关系 是可以设计可以改变的 我们将温度标识放在了数值之后 我们也可以尝试将标识放在数值之前 或者将标识由一个单一字符变成多个字符 我们尝试去修改这段代码 适应这样的需求变化 进一步 我们知道温度转换问题 是各类转换问题的一个代表性问题 如果你能完成温度转换 你也可以做货币转换 长度转换 重量转换 面积转换 问题不同 但是程序代码是相似的 通过这样的举一反三的思考 我们发现其实这段代码 非常适合作为第一段 我们要学习的python程序代码 那么接下来 老师就将向你逐行的介绍这段代码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